今天带来是第一美女上浮雪与暴徒唐可爱瑞希妹妹的一场比赛 比赛过程可谓跌宕起伏,花样百出,绝对经典 比赛正式开始 一上来上浮雪就疯狂输出 打得瑞希可怜兮兮 估计上浮雪心里一边打一边在说 教你扮可爱 上浮雪这个锁迹,让小瑞希惨叫连连 小瑞希也不是白给的 她突然一个飞脚,直接踹在上浮雪脸上 两个人从台上打到台下,超级热闹 突然上浮雪一个前首次全偷袭 打蒙了小瑞希 这时上浮雪夹着瑞希小公主的头走向吧台 这是要干吗 这是要喝一杯吗,正打着比赛呢 而且这五颜六色的也不像酒啊 没想到上浮雪怪人不成反被罐 这花花绿绿的液体到底是什么,马上就上头了 来再来一罐 不够吗,这里还有很多 此神秘液体的功效已经彻底发作 开始轮到小瑞希爆打上浮雪小姐姐了 没想到上浮雪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 她用大长腿一脚轮翻小瑞希 她这是要干吗 下台再拿两只给小瑞希尝尝 结果她自己倒先喝了酒 这是上瘾了 两个人玩得正派 没想到小瑞希居然偷袭 居然诱惑 这是想要上浮雪小姐姐的命呀 此时上浮雪小姐姐明显神志都有些不轻了 最后被小瑞希一脚踹翻 压制三秒获胜 你们觉得那个神秘液体是什么